这是日本气功大师发功打泪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的日本气功大师叫日野晃 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非常有名 只见他不太灵活的手臂轻轻一挥 一个个穿练功夫的年轻人就被他隔空掀翻在地 虽然他的手离受攻击的对象只有半臂左右的距离 但气功的威力还是让人心惊 那世上真有如此强大的搏击气功存在吗 最初气功是东方人专利 随着文化交流也有一些欧美人开始修炼气功 不过气功一般都是用于养生 中医的针灸中也有针油气导的应用 然而以气导针到底有没有气这种玄妙物质 通过针进入人体内却很难得到验证 而用于搏击的气功一般都出现在小说中 现实中难得一见 包括轻功在内练的其实都是速度力量和灵敏度 武当的网红轻功大师陈时行 介绍自己练习轻功的方法 也是挖跳等肌肉力量训练 并没有多少气功的应用 不过和日野晃隔空发气 掀翻对手相同的气功在我国也有 就在日野晃大火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33岁的女老板严芳拜师习武 到2012年年近六旬的严大妈 俨然已成武学大师 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中 只见她手臂稍稍一排 她身边和她没有接触的壮汉就飞了出去 严大妈背着双手向女徒弟信不走去 穿着练功服衣服女侠范儿的女徒弟 就亮亮呛呛一个劲往后退 被她逼近的气功冲击得战力不揽 但要知道 在玄幻小说中 气劲外放已达到宗师级别 属于凤毛麟角的顶尖高手 而严大妈中年习武 不到六十就能成为宗师 天赋称得上妖孽 当时严芳已经是河北武术协会副会长 那照这么来说 会长的天赋岂不是更牛 怎么就只听说了严大妈的威名呢 而拿日野晃和严芳比 日野晃还掌握着一项绝技隔山打牛 在一段采访视频中 日野晃就表演了隔山打牛 只见他的三个弟子排成纵牌 搂着腰紧贴在一起 最前面的弟子抱着三重拳击垫 日野晃走上前 优雅的一脚踢在拳击垫上 前面的两个弟子纹丝不动 最后面的那个弟子 却像遭受了重击那样 飞出机米开外跌坐在地 当时穿着练功服服坐在一旁的美女记者 看得眼里直冒小星星 表示想亲自体验一下 日野晃欣然应允 但为了保护美女不受到伤害 日野晃让她充当拿拳击垫的人 隔山打牛的牛 还是由日野晃的弟子来做 这次日野晃用的是拳 讲究的是轻飘飘的高人风范 看起来毫无力量 还不如粉拳来的骄狂 可是日野晃刚打到拳击垫上 美女后面的人又飞了出去 美女惊奇的表情好像在说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日野晃的气功真的有如此厉害吗 这段涉于上级八十年代的影像 真实记录了日本搏击气功大师日野晃在擂台上的表现 日野晃在擂台上面对年轻的对手 照样是风轻云淡的样子 而年轻对手设于日野晃的威名 神情反倒显得十分凝重 他看着信不逼近的日野晃 不由连连后退保持距离 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众人惊呆了 只见日野晃贴近挥手 也没有打到对手 反而是对手干脆地照着他的脑袋来上了一拳 很快 日野晃就被一拳击倒在地 但日野晃有裁判保护 倒不至于就这么轻易放弃 他站起来还想找回场子 这回对手已经完全明白 他的气功就是一个笑话 不再有任何防备 冲上去对着日野晃 就是一顿拳脚交加 日野晃几下就被打成猪头 日野晃的搏击气功是真是假 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 还敢到擂台实战丢人现眼 也许他真还不知道 如果他表演的时候 他的弟子都是托 他应该不会上擂台针打 但是 如果一群迷信搏击气功的人 聚在一起相互感染 产生了集体疫症 日野晃轻轻一挥手 疫症患者就在心理作用下飞出去 那日野晃也难免信以为真 以为自己确实具有了搏击气功 所以他才敢走上擂台实战 不过日野晃成名不是一两天 他表演的时候应该有 不迷信搏击气功的人体验过 不知他发功别人无感 为什么他们没有叫醒他 可能也是不想把自己的梦想打破吧 要论作假的宗师 日野晃比严芳就差远了 一次 有记者体验严芳的隔空打人 但结束后 记者却完全没有感觉 对此 严芳解释说 他和弟子练太极 都练出了混元力 有混元力力的人 才能感受到对方发出的混元力 没有混元力的人 感受不到混元力 所以无感不会被隔空打倒 都这样说了 看谁能证伪 就算真正的太极大师 对严芳的气功无感 严芳也可以说 对方修为不够 还没有练出混元力 辛辛苦苦苦练太极 原来就是 练被隔空打倒的资格 不挨打 难道不好吗 严大师的逻辑 比他的气功还要劲爆 对此 太极圈一片哀嚎 说严芳把太极拖入了深渊 这是八十年代 日本气功大师日野晃实战的真实影像 几分钟被打成猪头 以隔空打人扬名的他 实战直接踏房 那隔空打人的气功 到底存不存在呢 对此 著名武打明星李连杰的答案是存在 在一档节目中 李连杰爆料称 他亲眼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炸马布占定桩子 然后运气发工将五米外的一扇门打飞 可如果李连杰所说属实 也不能证明 隔空打人的气功存在 他被骗的可能性相当大 曾经义和团高层浮水治病 刀枪不入 骗来了无数信众 结果 浮水是药水 刀枪不入 是腊枪头 甲子弹 上战场练过神功的义和团 面对实干 照样血肉横飞 而气功隔空打飞大门更简单 请托用透明绳子 在暗处拉着大门 小伙子装模作样一发工 躲在暗处的人 把大门拉飞救成 绳子结成活扣 拉完就回到手上 李连杰事后检查 也看不到痕迹 事实上 气境外放隔空打人的宗师级高手 史上从未有过确凿记载 按玄幻小说分级 宗师级之下是暗尽巅峰 史上有个人应该达到了这个层次 晚清出生的孙露堂 自幼拜师习武 他天赋妖孽 又得名权室李奎元和好世太极创始人好合的真传 自创了孙世太极拳 就这样 孙露堂得名师指点后一直在修习气功 他59岁的那一年 在公开擂台上展示了他的气功修为 1919年 俄国大力士彼得洛夫设擂台挑战中国武术界 59岁的孙露堂应战 和彼得洛夫约定一人打对方三拳 彼得洛夫先出手 第一拳 孙露堂被击退三步 但脸色丝毫未变 虽然彼得洛夫第二拳更猛 孙露堂硬扛 却纹丝未动 第三拳 孙露堂用太极功法也轻松化解 而轮到孙露堂出手 一拳就把彼得洛夫打成虾米 弯着腰半天喘不过气 当时彼得洛夫的目的是乳华 肯定没有放水的成分 结果反被孙露堂为中国立威 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后 想打压孙露堂激发起来的中国民众的志气 就让天皇下旨 让日本柔道顶流高手 板渊义雄到中国挑战孙露堂 然而60岁的孙露堂 依旧几招之内 击败板渊义雄 板渊义雄心服口服 要拜孙露堂为师 但孙露堂没有答应 1930年日本侵华在即 六个日本功夫高手 又来中国挑战孙露堂 想打败孙露堂 让中国功夫名声扫地 当时双方规定 五个日本高手 一起平躺地在孙露堂的身上 数到三孙露堂站不起来就算输 但才数到二 已经70岁的孙露堂 就从五个日本高手身下 挣夺站了起来 要知道这些日本国高手压住他 必定锁住了他各个关节 他在几乎没有力矩的状态下 还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用的就是暗劲 估计他的暗劲 已经达到巅峰境界 差一点就能弃劲外放 进入宗师境了 不过 孙露堂没有严大师之流的嘴上功夫 展示的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干货 严大师之前还有个太极蔡大师 也说隔空打人的凌空剑 要气功上身的人才体验得到 不过他比严大师更一步 说经络敏感的普通人 他也能隔空打 反正你没有被他隔空打 不是你没练过 就是你经络不敏感 当时有个练家子和蔡大师过招 蔡大师还没有发力 练家子就被击退了 当时练家子声称他一拳 如同打在了充气轮胎上 蔡大师顺竿爬 说自己有气功防护罩 打在防护罩上就要被震飞 这些商业互吹 吹出来的半步宗师 估计经络部敏感的彼得洛夫 一拳就能Q 什么气功就是充气轮胎的感觉 这种理解狭隘的让人无脸 太极是本出之意 太极之力就是本出的洪荒之力 洪荒之力能演化为任何力量 为什么一定要是充气的感觉 气功气只是一个形象代称 到底如何算得气 还要靠修炼者自己去领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